大家好,我是NutriHub洪老师 今天为你示范一道九层塔番茄螺丝粉 首先,我们把螺丝粉加入滚开的水中 加入少许的盐 盖上锅盖 再煮螺丝粉的荡尔 我们把金瓜倒进松厨 埃蒂尔平底万用锅 等金瓜烫熟后,再加入番茄 翻炒,再盖上锅盖 焖煮至软 然后捞起已熟的螺丝粉 过冷水也保持Q度 从锅内取出番茄皮 翻炒均匀 盛起一些酱料盛入碗中 再加九层塔搅拌均匀 放一边待用 然后,把五颜六色的灯笼椒倒入锅内 翻炒 加入蘑菇 加入蘑菇 再加入适量的水 蔬菜粉 酱青 番茄酱 翻炒片刻 盖上锅盖 煮上三分钟 接下来,把事先准备好的螺丝粉 放入锅内 翻炒均匀 把九层塔番茄酱加入锅内 翻炒它 再加少许的橄榄油 搅拌即可 这样,丰富美味的九层塔 番茄螺丝粉就可以享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